城市啊,我们怎样提升你的防灾抗灾能力? 现在的城市像什么?像不像一台精密的仪器? 由人和物来保障它按部就班的运转? 但是,当灾害突然来袭,又会极大影响城市的运转。 如何才能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具有智慧、安全和良好的任性呢? 针对这个问题,公共安全领域专家范维成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提出了研究和防范风险的思路。 那么我们城市究竟有哪些风险点,有哪些危险源? 那么这些危险源一旦被触发成突发事件,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一种发展的态势,它危机的范围会有多大?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应急救援的力量、应急救援的物资、应急避难的场所能够准备好? 所以我们事先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样的话应对出发事件就会真正的做到有利、有效、有趣。 燃气泄漏是城市安全的防范重点,它有可能导致爆炸、火灾甚至人员伤亡。 怎么样来确保燃气安全呢? 在安徽合肥,当地政府联合科研机构研出了一套城市燃气管网泄漏快速预警系统。 这个预警系统在投入使用后,每年预警至少十几起大的泄漏事件。 有了这套系统,我们的应急管理部门就可以准确发现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预警现场,及时排除了多起火灾和爆炸的隐患。 通过科技手段,还可以查出河流的污染源,防止污染。 某条河出现污染了,但是上游有好几家企业,究竟是谁的问题呢? 科研机构可以给污水做水纹检测,这种检测就相当于给污水做指纹采集。 通过这样的技术,就能准确查出违法排污的企业,可以有效镇受违法企业减少污染的发生。 最后再来聊聊咱们的城市交通血管——高架桥。 所有高架桥都有它的使用寿命,比如其设计使用期限是70年, 那么当它年龄大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裂纹裂缝甚至出现移位的现象。 这就要警惕了,因为李娇桥一旦移位超出限度,就有可能会坍塌了。 还是合肥,当地政府采用了一套技术,可以实时监测李娇桥一味的硬力、硬变数据, 能够及时发现安全风险,有效地保证了运输安全。 城市在发展中会不断遭遇各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才能有效保障城市安全,满足居民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望。 央视财经威奖堂,带你瞄动中国经济, 那是